非常非常广泛的使用非常广泛的这么一个手镜 也希望您能够熟练的掌握 好 接下来呢 还是首先为大家讲解上一期我们的互动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呢是白纤 我们还是先来审题 这个我们说是对杀的技巧啊 说对杀首先这个跟死活也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看这道题呢 其实与其说是对杀题 不如说它就是一道死活题 我们看因为白旗这两颗棋子啊 这两颗棋子要是说与黑旗对杀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贴切 因为这两颗棋子显然只有两口气 而且它没有生路 无论你走什么 黑旗只要一打 这个显然就就是白旗 就是至少是白旗要卖一气的这么一个形状 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它还归为对杀呢 就是这个死活的同时 这个做死活的同时呢 这道题还是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对杀里面的经济独立 这么一个内容是有关联的 好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道题 那么黑旗这一堆棋子呢 在边上是不活的 好 为什么说它不活呢 我们看这个黑旗这个地方啊 是其实是没有眼的 即使轮黑下 黑旗接 我们看白旗也是可以点 爬 好 这样的黑旗也是一个假眼 这白旗可以扑 这样黑旗也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呢 黑旗这个地方是看上去这个旗形呢 弄得好像是很玄妙似的 这个地方还有几颗棋子 其实呢 它是没有眼的 好 这道题呢 我们可以完全把这边忽略不计 这边是跟这个题目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 这道题也就是说考验大家在这个 如何在这个局部 在这个角上杀掉黑旗 有什么方法能杀掉黑旗 我们还是首先来尝试一下直接最直接的杀法 如果搬 黑旗当然只有拐 你这时候注意 黑旗如果打这个的话 我们说过这个是可以将白旗这两颗锡子吃掉 但是吃两个 这个不影响大局 你虽然能吃掉白旗两个 但是黑旗这个整体啊 还是不活 好 而且如果黑旗打吃的话 我们看这个非常滑稽的一幕就出现了 这打吃叫做后手四 这个打吃啊 其实你如果吃掉白旗这两个之后 黑旗整块是变成了一个后手四 那这时候白旗就可以拖先了 就走在旗盘别的地方了 啊 他拖先都可以了 你这个如果 我们说这边黑旗是没有眼的 啊 这边黑旗是轮黑旗下也是做不出眼的 那么你在角上如果再走 那么白旗打吃 黑旗 白旗在护 这样在角上黑旗呢 也是没有眼的 啊 所以说这个黑旗如果 我看这个如果白旗搬黑旗这个弹吃的话 这个黑旗就会变成一个后手四 那就非常非常非常搞笑的一幕就会出现了 那黑旗当然不会吃这个 那你搬黑旗当然是寡碍 这个是必然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白旗如果接 哎 黑旗呢 还是不会去吃这个 黑旗如果去吃这个的话 被白旗一路一打吃 这个还是将会形成一个后手四 那么黑旗可以立 啊 这样的话呢 白旗就无法阻止黑旗做活了 这样我们看 啊 这白旗无论走什么 走这个可以打吃 啊 这里面的空间是足够黑旗做出两只眼的 啊 那么如果这样进行呢 白旗就失败了 白旗搬黑旗拐 那这时候白旗还有其他的下法吗 啊 白旗还可以连搬 啊 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 呃 给大家介绍这个题目的过程中呢 是经常遇到的一个骑形 就这个连搬实际上是存在的 啊 这是非常顽强的一种下法 那当然黑旗只有打吃 啊 这个时候呢 白旗可以 啊 一路滚打 啊 再打 这个利用我们之前学习景气法的时候 学过的这个滚打包收的一个手劲 啊 做成一个打结 这样黑旗大概只有提解 啊 那你接住白旗打吃 啊 这样还是一个打结 所以说这个黑旗大概不会去接 啊 黑旗提解 这样会形成一个打结 这个打结的变化呢 对白旗来说并不是正结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搬不行 搬完之后呢 黑旗至少是能形成一个打结 我们再看一下利行不行 啊 我们知道这个之前曾经学过很多这关于利的手劲和利的应用方式啊 好 那么我们之前的学习过程中呢 都知道这个利经常是非常好的一种下法 也是手筋 说利呢 就是很多场合下都是正招都是正确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但是这盘旗的结 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利其实是不成利的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白旗如果利 我们看这时候呢 黑旗 黑旗如果跳这个 啊 这是不行的 这看上去是一招妙手 这跳呢 是不行的 为什么 我们看如果跳 白旗冲 黑旗接 这样黑旗显然是可以做活的 这样白旗就失败了 那么但是跳的时候 这时候白旗呢 有一招妙手 啊 白旗这时候也有一招妙手 非常的巧妙 这白旗呢 可以 就挖 挖一个也是好手 这招旗非常的妙 你看黑旗如果在这边打持呢 就不用说了 那白旗接上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在这打持 白旗利 啊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经济独立 这个地方不入气 这个地方也不入气 那你如果接 白旗接 这样依然是两边不入气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旗依然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跳看上去 这个妙手呢 其实是不成立的 那这时候黑旗应该走什么呢 黑旗就只有挡 好 只要挡呢 是只此一手 我们看这个时候 好 白旗如果搬 黑旗挡 好 当然白旗不能接 那白旗呢 还得拐吃 白旗踢掉 白旗长 好 这样黑旗 这样黑旗首先可以团住 这团住的时候 就是会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看白旗如果打吃的话 这黑旗接上就形成了一个结针 那白旗如果在这边走 冲 黑旗接 好 白旗扑 黑旗踢掉 好 这样呢 白旗还是不能在这边收 白旗收黑旗接 就是变成了一个结针 白旗只有收气 好 这样黑旗再搬出来 这就变成了一个双方都很麻烦的这么一个旗行 这白旗呢 要从后面收气 那黑旗呢 也要从这边收气 好 但是总之 这个 这个是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也是白旗失败的 好 那么也就是说白旗这个利呢 也是不能成立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这道题的正简啊 其实只要一 跟大家一说出来呢 就 您一定会觉得非常简单 好的 确这道题其实并不难 正确答案就是白旗加 好 白旗这个二路加是 二加是一个好旗 好 这个二加呢 在我们学习这个锦气法的时候啊 曾经专门有一期专题就是讲解这个二加的这么一个妙手 当然学这个宽气法的时候呢 和金基独立的时候这个同样也是可以应用得到 加的时候黑旗什么也不能吃这个 好 这样被白旗打这个 显然黑旗整块旗就死掉了 那么黑旗只有拐 好 这时候白旗可以度过 我们看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金基独立 好 这样的黑旗这边是哺入器 好 这边同样也是哺入器 那你如果接 好 就被白旗打死 那么所以说呢 白旗其实只要下出了这个二加这招手劲啊 好 在这个局部来说呢 黑旗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好 这个二加这招是妙手 那么这道题最终的结果呢 也是白先黑死 就是白旗只要下出这招加 黑旗就没有办法继续抵抗了 那好 这道题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好 接下来呢 我继续为大家讲解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两道题呢 还是跟我们之前所学的金基独立有关 好 我们用了四期的时间 首先为大家讲解这个金基独立啊 看来金基独立在这个 对杀过程中呢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也是非常实用的这么一个手段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四期的学习 能够熟练的掌握金基独立的使用方式 好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一 这道题呢 是黑仙 我们还是先来审题 黑旗现在这个目前啊 黑旗这个八颗旗子 是被白旗分段的状态 那么他一定要与白旗的这三颗旗子进行杀气 啊 如何杀气呢 我们来看一下 黑旗 有四口气 那么白旗现在 也有四口气 啊 这看上去是四气对四气 那么黑旗先动手 应该是黑旗会获胜 那么其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看一下 黑旗如果直接收气 好 白旗度过 啊 这黑旗呢 必须要阻止白旗度过 不然的话 我们看 啊 这样白旗就联络了 那么白旗一联络 这个还 谈不谈得上对杀呢 这显然就不称其为对杀了 所以这个时候黑旗呢 一定要想办法阻止白旗度过 黑旗呢 只有挡在这 那挡的时候 白旗再冲 好 我们看刚才是四气对四气 看上去 黑旗先动手 黑旗会有 占有一定的主动的这么一个局面 瞬间就变成了黑旗慢一气 我们看黑旗现在只有两口气了 那么白旗呢 一二三 白旗还有三气 那无论你走什么 好 这怎么收气 被白旗打吃 这样都是一个黑旗慢一气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也就是说这道题呢 看上去是四气对四气 就是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是实际上这个被白旗点在这儿啊 我们之前在学习锦气法的时候曾经有一道题跟这个类似 就是白旗一点 好 这样黑旗呢 局部就慢一气 也就是说这道题其实是如果正常收气的话呢 是黑旗慢一气的这么一个形式 那么黑旗呢 必须要想办法 不能就是按部就班的与白旗进行杀气 那么我们再换一种下法 比如说把黑旗挡这个 那么白旗就度过 然后黑旗再收气 这样同样是黑旗慢一气 好 那么黑旗挡这个 白旗度过 黑旗肩 冲 我们看这样呢 黑旗还是慢一气 这个结果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那看上去呢 黑旗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因为直接收气不行 挡这边和挡这边也都不行 那怎么办呢 我看这道题呢 首先要给大家讲 这道题呢 还是跟脚步的变化是有关的 它还是出现在脚上 所以说呢 一定要 我们说出现在脚上的题 一定要想办法去利用这个 脚步的特殊性 来进行对杀 那这个 这盘 就是这个局面下 怎么利用脚步的特殊性 那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战火燃烧到这个 脚上呢 我们看黑旗第一招 首先这个挡在这 这是 只此一手 这必须要挡在这 不然的话 被人家一度过 这就 这永远无法把战火烧到这个脚上 那所以说 要利用脚步的特殊性 黑旗呢 就必须要先挡 这时候我们注意 这时候白旗这个度过也是必然的 如果你走别的 我们看黑旗呢 并不是在这打持 如果在这打持 白旗冲 这样的黑旗就只剩下两口气 那么两气对四气 那显然就是差两气 但是你如果挡的时候 我们看黑旗这个时候可以接在这 黑旗可以做这个眼 那么这个时候白旗为了吃掉黑旗 白旗就必须要跑 因为你走别的 就被黑旗一提 那黑旗活了 这就弹不上对杀了 所以说白旗要跑 那么黑旗提 白旗扑 黑旗收气 我们看黑旗提掉两个子之后 这个气啊 就延长了很多 那白旗就有提 可以再收气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步入气 那么这样呢 就是白旗埋一气 好 那我们看黑旗这个 黑一挡之后啊 这时候白旗呢 也就是说这个度过是 必然的一手 支撕一手 那白旗不度过就要冲这个 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总之这不能被黑旗打在这 那么你度过之后 我们之前说过了 黑旗这时候呢 如果收气 黑旗还是满一气 那么黑旗有什么其他的下法吗 对 黑旗这个时候呢 就只有去拐 硬着头皮也要往脚上拐 白旗呢 也只有弯 白旗你不能挡啊 你要挡的话 被黑旗吃 这样黑旗就 这个 就把白旗这颗旗子吃掉了 这样黑旗就联络了 所以白旗呢 也只有弯 在白旗弯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个还是不能挡 要挡被白旗拐 这样黑旗依然是慢一气 那么这个时候 黑旗还是只有爬 非常的顽强 必须要爬 白旗只有冲 白旗呢 还是不能挡 白旗如果挡的话 黑旗吃 那么跟刚才的结果呢 是大通小异 这样也是黑旗可以度过 白旗只有冲 这个时候 黑旗能不能搬啊 对 同样的道理 还是不能搬 如果搬的话 被别人一收气 那么依然是黑旗卖一气 再爬 这个黑旗 要把这个地道站 贯彻到底 一路打地道站 这个不停的一路爬 那么爬到这儿 终于算是爬到头了 白旗呢 也只有力 这样终于算是爬到头了 白旗必须要力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冲 这黑旗挡 这个位置是一个不入气 所以说这个 白旗力也是必然的 那么这时候呢 黑旗终于不能再爬了 也不需要再爬了 因为这已经把这个 我们说这条题呢 要利用脚步的特殊性 那么这个已经 把这个意图贯彻到底了 我们现在终于爬到脚上了 经过千辛万苦 一二三 连爬了三手一路 终于把这个问题呢 就是 把这条题的这个 战火呢 引到了这个脚步 那么这时候 黑旗再收气 就可以了 白旗就又冲 黑旗再收 我们看这样呢 是白旗两边不入气 黑旗合理的利用了 这个脚步的特殊性 这个一一的位置 不入气 那么这样呢 是黑旗可以快一气 沙白 说到这个旗行啊 这个旗行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常见 尤其是黑旗这种一路爬 这个顽强的一路爬的这种下法 其实呢 是在实战中经常会遇到的 如果 这个 您是 有一定年龄的 这个旗迷朋友 就是 30岁左右的 以上的旗迷朋友来说呢 我想您一定会对 这个曾经的 有一盘著名的对局 有印象 这盘棋呢 是 小林光一 对这个 武功正树 那么 这是很早很早 以前的一盘棋 那武功正树 就是用这种 一路爬 一直爬到脚上的 这种手法 将小林光一的一块 一条巨龙 吃掉 那么最终也是漂亮的取胜 那么所以说呢 如果您也能掌握这种 那个 啊 这种一路爬 一直爬到脚上 这个利用脚上特殊性 做成经济独立的 这么一个手法呢 我相信对实战中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道题 第一道题的结果呢 是黑仙可以杀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图二 图二这道题呢 同样也是黑仙 好 我们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黑棋 一二三四五六七 黑棋这个七颗棋子 目前是 被白棋分断 那么显然 这个脚上只有一只眼 好 这个毒眼龙 显然是不能做活的 毒眼龙显然是死棋 所以说黑棋呢 就 如果要想做活的话 就必须要跟白棋的这个外面进行杀气 或者说是 在白棋这个外围啊 寻找一些头绪 抓住白棋棋型的弱点来进行利用 才能让黑棋这块棋做活 那么具体的手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 这个时候 首先 黑棋这个冲 冲一个应该是直死一手 这个冲一个是必然的一手 你看如果不冲 你走别的 不管是走什么 比如挖也好 那就打吃 好 这个 之后黑棋就没有任何手段了 如果再断 这白棋当然不会提 提黑棋冲 这白棋就不行了 你在断的时候 白棋这个随便打哪个都可以 这样呢 黑棋这个挖断 看上去是手筋 其实呢 没有用 那么再看一个 那黑棋如果拖 好 这同样不行 这个白棋有很多种下法 白棋接在这也可以 走这个也可以 这样呢 黑棋依然是没有作用 所以说这个冲呢 是必须要冲的 当然白棋呢 这个也必须要挡 白棋如果不挡 你走别的 那黑棋再冲 这个显然 局部来说 黑棋就已经成为了活棋 那白棋为了不让黑棋活棋呢 白棋呢 也只有挡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黑棋如果断 打吃 如果这样 这样是一个 黑棋可以将白棋打成一个秤砣 黑棋可以扑了再扑 踢掉 接 白棋也接 打成秤砣之后 我想黑棋这个心情肯定很好 把别人打成一团饼 这个棋型难看得很 有些棋迷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得意了 就觉得这个棋型很完美啊 这个把对方打成这样 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秤砣 秤砣的这个手筋也合理的运用出来了 但其实呢 这并不对 你这打完之后呢 这块棋并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 这黑棋现在依然是死棋 那么白棋呢 只是忍受一下这个 皮肉之苦 被你打几下 这是难受一点而已 那么其实呢 忍受过去之后 就发现黑棋依然是死棋 那么所以说冲完之后 这个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这时候应该下什么呢 这时候黑棋的正招是点 黑棋也只有这一招点 才能和白棋进行对杀 我们看这个点非常巧妙 这时候白棋不能接这个 如果接这个的话 被黑棋断 那么这个杀棋就非常简单了 两棋对三棋 这杀棋显然是白棋不行 那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也就是只有接在这 在这黑棋再冲 这都是必然的下法 这时候我们再看啊 黑棋一二三四五 那么白棋一二三四 四棋对五棋 那么显然是黑棋 可以快一棋的 那么所以说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白棋也没有办法 白棋只有断 因为与脚上杀棋 黑棋是快一棋 那么白棋就只能想办法 与这个黑棋边上这两颗棋子 进行对杀 不过这个断的时候 黑棋其实简单的一搬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不能搬错方向了 你说搬这个的话 那就被人家一鹿一吃 这就效纳了 所以说白棋 黑棋一定要搬这个 黑棋搬这个 立这个 这倒是都可以选择 这两点是没有区别的 白棋打吃 黑棋接 我们看这样呢 白棋就形成了一个两边不入器 那么黑棋这就叫做金棋独立 我们之前讲过的金棋独立的这个棋型就得以发挥了 那么这样白棋这就提 那黑棋一吃 就可以将白棋吃掉 所以说这条棋的正解呢 就是黑棋 黑棋冲 先冲 冲的时候白棋挡着 黑棋再点 这样能形成一个黑棋可以活棋 就是白棋呢 这个是不能接的 白棋接的话 可以再冲 这样是利用金棋独立 对杀可以快一气 那么白棋 最正确的下法就是黑棋冲的时候呢 白棋就只有退 这也不能被黑棋点 这样黑棋可以做活 那么这道题的正解就是黑棋做活 好 那么这两道题目呢 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通过今天的学习呢 我们继续的巩固了一下 对金棋独立这个 这种手法的一些理解 也希望您能够在平时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练习 能够勤加练习 能够更熟练的掌握这个金棋独立的这种技术 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 好 我们之前呢 学习了这个金棋独立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课程中呢 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些新的这个宽器的手法 好 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期的互动问答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好 这道题呢 现在黑棋这个 一二三四 黑这四颗棋子是被白棋分断 好 那么黑棋 要想与白棋对杀 显然是 现在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看黑棋呢 只有三口气 那么白棋呢 是一二三四 白棋有四口气 好 那么你要想断进来对杀的话 好 这位白棋一口气就打死了 所以说黑棋呢 现在来这段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黑棋呢 就必须想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与白棋进行对杀 好 这道题呢 与之前我们学的金棋独立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是一个新的内容 希望您仔细思考 好 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下期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